就在日前發生的深坑火警風波還在說 環保局公布檢測結果顯示算驗出代奧星 但是數值低於日本環境代奧星的基準值 要民眾放心 公布警民眾仍然擔憂 專家也說算檢測值未達標 弥漫在空氣中的物質是有可能會影響到食物的 傳出環保局長請辭負責 台北上蔣灣澄清調查報告還沒出來 並無懲處 熊熊大火猛烈燃燒 20號新北市深坑工廠火警 7000顆充電式藍牙耳機燒毀 刺鼻翼未弥漫雙北 尤其位於下風處的台北市木炸地區 出力卻慢半拍 你也知道跟我們講一下 到底是什麼原因吧 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覺得怎麼會煙 怎麼會誤成這樣 很擔心啊 因為我們都吸進去了 它煙很大那幾天 我們的那個鼻腔都 我們醒出來的東西都是黑的 塑膠味很重的 快中毒啊 27日環保局公布 採羊木炸地區的檢測結果 驗出分別為0.037 0.025 及0.009匹克的帶澳新 但是低於日本環境帶澳新空氣品質 基準值0.6匹克的16分之一 環保局要民眾可以安心 環保局也透過新聞稿做了清楚的說明 是比日本的標準值還要在低於它的16分之一 這3C的一個產品呢 它在高溫的環境之下容易產生燃燒不完全的一個栗狀的污染物 揮發性的有機物包含了這個帶澳新 其實帶澳新對於空氣進入我們人體大概就只有5% 其他的90%都是透過食物來進入到我們一個人體 專家直言潛藏危害不容小覷 這一艘也加速台北市小內閣改組 環保局長吳勝忠主動請辭 教育報局都還沒出來 怎麼會有所謂調整或成績的事 相較來說我覺得 局長當然有他犯錯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至少他是有肩膀有擔當的 市長你的肩膀跟擔當在哪裡 這裡不是慢半拍 慢很多拍耶 事過一週即使環保局長下台負責 恐怕還是難以交習民眾的怒火 記者 吳晨君 夏君辰台北 三網報導